嘿,大家好,我是虎哥 今天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佳能的EOS R和EOS R-P的十个不同的地方 方便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两款佳能的全画幅专闻 第一个肯定就是价格 虽然都是全画幅的相机 EOS R的价格几乎快要是EOS R-P的两倍了 如果您的预算有限 我非常建议你选择EOS R-P 多出来的钱还可以购买更多的镜头来获得更好的拍摄体验 如果你不差钱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两台相机其他的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他们两个的大小和重量 EOS R-P要比EOS R-P轻小不少 虽然牺牲了一定的手感 博根觉得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女生拿EOS R-P的感觉肯定要比EOS R更好一些 所以如果你希望轻便的话 还是建议选择EOS R-P 不过在使用较重的镜头的时候 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 如果你之前用过索尼之类的微单的话 我想你一定会习惯的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两者的SAMOS不一样 EOS R是有3000万像素的SAMOS EOS R-P的SAMOS有2600万像素 直接讲参数 大家可能没有感觉 我拍了几组对比测试照片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光线好的情况下 以现在目前相机的拍照水平 那两者的差距应该不会太大 所以我也仅仅是拍摄了一组 弱光下的照片 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 截止到我录制视频的时候 CAMERA并没有支持EOS R-P的一个肉文件 所以说我也仅仅是拍摄了一组 JPEG的这个对比测试照片 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来看一下ISO1600的时候 两者的一个表现 左边的是USR-P 右边的是USR 我们可以从画面的整体可以看出来 右边的一个宽容度 是要比左边好那么一点点 左边的这个USR-P的这个前面的D的部分 已经非常的黑了 几乎说可以说没有细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柱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其实表现差不多 没有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远处的房子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一个区别 左边的这个USR-P 看起来发虚 有点发虚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右边的是3000万的像素 左边是2400万的像素 那所以说在这个画面上一个同等的体积呈现的时候 像素高的一个肯定是更清晰更锐利一点的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ISO3200的对比 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右边的一个宽容度更好 在ISO3200的时候啊 那这两台相机啊仍然表现出了全画幅相机应该有的一个水准 整个画面的一个噪点控制能力非常的好 在房子的部分啊 左边的这个发虚就更严重了 USR-P 右边还是我觉得还挺锐利的 比左边要好了很多啊 特别是细节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ISO6400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啊 在细节的部分 到6400的时候那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两台相机的这个画摄啊 一个比较大的下降 包括一些噪点细节 噪点非常严重 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子的部分啊 右边的USR还算好 我觉得但是左边的已经涂抹感非常严重了 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数码感觉啊 不过还好 这个就是在比较极端的环境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总体上我个人觉得 这两台相机啊 他们的CMOS啊 那是有一些的小小的差距啊 那照片的部分啊 就给大家来测试到这里啊 第四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视频能力有所不同 那这两款相机都可以拍摄4K和全高清质量的视频素材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差异啊 大家都知道加能的全像素双核自动对焦 冠绝天下 但是在USRP上拍摄4K的时候 那无法使用 而USRP在拍摄4K素材的时候 最高也只能录制到25帧的素材 而USR就可以录制到4K的30帧的素材 另外一些打算用USRP加载加能的 EFS10-18的这款机能来录制Vlog的小伙伴可能要失望了 USRP的APSC模式啊 只能录制视频被限制在录制4K和120P的视频 那另外USR是可以录制到Clog的素材 而USRP没有办法录制Log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啊 USR的4K录制是有1.74倍的裁切 而USRP则是1.6倍的一个裁切 总体来看 如果您对视频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的话 那这两款相机我建议你选择USR 第五个不同的地方 最高快门速度 USR的机械快门允许的最高速度是八千分之一秒 而USRP被限制在四千分之一秒 当USRP在光线好的情况下使用一些大光线镜头的时候会非常容易造成快门速度啊 被限制在四千分之一秒造成画面的过曝 第六个不同的地方电池性能啊 USR是一块一千八百毫安的LP16N电池啊 实际正常使用拍照大概在四百多张左右 而USRP是一块一千毫安的LP17电池 我在实际使用拍摄大概可以有二百多张的拍摄章数啊 不得已我又购买了两块备用的电池 第七个不同的地方是USR的CMOS的防尘系统 这个是我目前在所有的相机上没有见到的设计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啊 这样会让你在换镜头的时候完全不用考虑到相机CMOS的防尘啊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啊 第八个不同的地方连拍速度啊 其实关于佳能的连拍速度啊 在我用过索尼之后那我会想说啊 不过佳能的USR最高也有八秒每张啊 是在这个自动对焦锁定后 当需要四幅对焦的时候就会降到五秒每张啊 而USRP是有五秒每张的快门速度 是在这个自动对焦锁定之后啊 需要四幅对焦的时候就会降到四秒每张 那第九个不同的地方啊 USR增加了监屏 那和这个出毛条的设计 监屏这个设计很好评 延续了佳能单反的一贯设计 那对于之前使用佳能的老法师来说 用起来会非常的舒服啊 不过因为监屏的存在 USR缺少了USRT那样的传统的拨盘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不大方便啊 USR还需要进入二级菜单啊 才可以选择拍摄模式啊 至于这个出毛条 那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拍摄的效率 但是对于我这种已经习惯了 没有存放条的相机啊 我会觉得这个功能也算是可有可无吧 那第十个不同的地方 USR是有双像素肉的模式的 而USRT则没有这个功能啊 双像素肉的好处啊 就是通过加能的DDP的双像素肉优化功能啊 可以微调锐利度和焦点位置 可以轻微的左右移动散角 可以减少影像中出现的鬼影和眩光 但是双像素的肉会比正常的肉 占据更多的储存空间 那另外也会降低这个对焦速度 当然了 这两台相机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地方 比如LCD的屏幕 撕面率和大小 那自动对焦点数 闪光同步速度等一些 并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啊 总体上来说啊 USR相比较USRT 有着更高的像素啊 更快的连拍速度和视频规格 以及更好的电池和屏幕的分辨率 如果你是一名商业摄影师 那打算买一台相机来干活的话 那无疑USR是一款更好的选择啊 那如果你只是喜欢用全画幅单版来拍摄 那已经不再散乎这个相机的各种参数啊 我觉得USRP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OK呢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那欢迎关注我的视频 关注我的频道 投币评论点赞转发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